哈喽 又到了世足够了美的单元 我是淳沛 为期29天的卡达世界杯足球赛 将是2019年12月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个这么大型 又是全球性 而且是开放观众进场的运动赛事 因疫情 其实今年卡达世足也有一些规定 做出滚动式的调整 首先就是这一届赛会 可以登入的大名单是从23人 增加到26人 而且是考量到球员可能会突然确诊的因素 球队是可以在赛前的24小时之内 更换登录的名单 各国的主帅就可以趁这三个名额弹性 好好的调兵遣叫 另外就是换人的名额 可以从三个人增加到五个人 但是为了要避免比赛的节奏 被换人这件事情搞得支离破碎 所以比赛中只有三次 可以中断比赛来做人员的调整 另外这一届也有很重大的改革 大家对世界杯足球赛的印象 应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阳刚的运动盛事 因为球员跟裁判亲一色都是男性 但是今年的卡达世足赛 破天荒找来了女裁判 当中有三位是女性裁判 还有三位女性的助理裁判 而三位的主审当中 日本籍的山下两美相当受到矩目 他曾经担任日本J联盟的裁判 这回要在更高层级的卡达世界杯大展身手 最后呢 当然就是我们艺文主播在世足够了美 讲得非常详细的月位主题 里面有提到的半自动月位科技 这也是今年卡达世足才出现的高科技 如果忘记的话大家可以上华世的YouTube频道 好好的复习一下 总之呢卡达的主办方还有国际组总都是希望 今年的世界杯可以成为这个世界走出疫情的象征 最后转换一下心情来到我们足球购置会的时间 你知道先发阵容的英文是什么吗 让我来教教你 他的英文叫做Line Up 而替补球员的英文是什么 叫做Substitute 下次呢你可以在朋友面前烙一下英文 以上就是今天的事足够了美 希望大家对足球的知识越来越多 越来越足够 我是准备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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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e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